第十三篇 用剑篇 君王 小心 我的剑呢 剑在我这里 君王 根据可靠情报 敌人三天后的夜晚将攻打我国 我们快回去准备吧 你怎么知道敌人将对我国发动攻击呢 就是间谍以飞剑通报的消息啊 间谍 相反 子 生 英明的君主 贤明的将帅 之所以一出兵就能战胜敌人 就是能先了解敌情 要能了解敌情 最重要的就是要善用间谍 使用间谍有五种 同时运用起来将使我国莫测高深 有神话般的奥妙 这是国家元首最重要的法宝 香剑就是利用敌人同乡或土著为间谍 叔叔 叔叔 我回来了 叔叔 我回来了 叔叔 你进来好吧 别说了 达望年年咳水增加 又整照赏玩命装顶 修住称报 哎呀 简直是命不了神哦 哦 这样啊 呃 那说说 进来国内有发生什么大事吗 反剑 就是利用或收买敌人间谍 我现在给你两条路选择 一 是收了这些黄金 为我收集贵国的军事情报 二 要你人头落地永远走不出这个门 死剑就是利用我方间谍 送假情报给敌人 我负命赴敌国工作不起生还者 我谁也不会说的 你们不要杀我 既然他不说 那就 升剑就是举派间谍刺探敌情后 回国报告情报 我们什么时候要逐兵呢 大王的意思应该是明天一大早吧 不会吧 这么快 有间隙啊 有间隙 有间隙 快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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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告将军 敌国将在明天清晨 对我军发动总攻击 嗯 干得好 本将军会对你重重有场的 怎么只有四个人呢 你不是说有五种吗 大王 你最近这么累 不如休息休息几天我带你去 内剑就是利用敌国官吏做间谍 辛苦 辛苦了啊 你是寡人的救星啊 国家的安危就靠你咯 嘿 吴国的超级英雄 哈哈哈 剑谍第二小队 出发吧 加油 是 为何贤亲要花费如此多的金钱给剑谍呢 哈 剑谍都是冒着生命危险 为我国探查有利的情报 所以应该以后路及金钱酬赏他们 这是剑谍运用药领的其中一项 哦 我的事啊 那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还必须亲近爱护他们 就像君王您刚刚那样 除了上述对剑谍的态度之外 运用间谍之人的品格也非常重要啊 哦 快说来听听 我看看啊 我有没有这种特质 嗯 不是才智过人的将帅不能运用间谍 不是大人大义的人不能拆遣间谍 不是用心维系 手段巧妙的人 不能鉴别间谍情报之虚伪 这些特征我都有哦 此外 无任何事能比间谍之事须严手机密的了 无 用剑的计谋 哦 尚未施行就泄露的话 间谍与泄灭者都应除死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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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了啊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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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到刚才 你为何给反 反戒的红包特特特别大呢 哦 因为这五种间谍之运用 其关键就在反键 借反键之助 再培养相见 内见 并利用死键假造其暴击 最后再利用生键如其回来报告 所以对反键不能不特别优待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我了解了 被包围了 怎么会这样的 不是才不过说 我们一定赢的吗 对啊 出发前 我们也才拜拜过啊 不了解敌情 指迷信鬼神和用占卜问卦做依据 必然招致失败啊